2016年2月10日,还是中国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三,加拿大多伦多华人社区还沉浸在新年欢乐团聚的气氛中,人们喜气洋洋,到处张灯结彩。 我的朋友Victoria突然打电话告诉我,方惠兰议员要在她University Rosedale选区送红包,凭着我的职业敏感,立刻觉得有新闻可挖,马上带上摄影师和设备,向着Chinatown狂奔而去。 加拿大的国务部长不太像其他大国的官员,没有那么多的随从,身边有些朋友帮忙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主持人参加 国务部长席也有幸运品务部长。 我会爸爸爱你最多的后面,去年天宁首席。 我现在给你一个显示好的,分享。 我来帮你拍照片。 我还是要拍照片。 可以嗎? 我們要有新年 謝謝 很高興見到你 很高興 恭喜 謝謝 很高興 很高興 很高興的新年 我是狼狼 所以我覺得這個 很高興 方惠蘭一邊為大家送紅包 一邊和大家聊著天 她告訴大家 今年是她的本命年 2016年一定會為她迎來好彩頭 在快樂的氣氛裡 方惠蘭也一直用漢語 向大家恭賀新年 Victoria告訴我 方惠蘭是烏克蘭移民的後裔 她和孩子們 在家裡除了用英語交流外 還有烏克蘭語和漢語交流 是一個稱職的母親 在那China Town發紅包前 剛參加了兩個會議 一會兒還要趕到下一個點 參加來自香港的貿易代表團的商務談判 她每天的工作排得很滿 但一點不妨礙 她盡一個母親的責任 聽著Victoria的介紹 我心中泛起了對加拿大 這一代新政治家的敬仰 眾生平等 是加拿大聯邦多元文化國策的核心 隨著時間的推移 發紅包活動結束了 當我跟隨著方惠蘭議員 離開China Town時 才猛然發現 她是騎自行車來的 看來環保意識與務實作風 已經在北美不分族裔地 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內心 無論她是什麼職業與什麼職務 美利堅合眾國前駐華大使駱家輝 曾在任上長長期自行車出席各類活動 為此各種評論還頗有微詞 覺得作秀的成分太多 今天凱蘭在沿東裡 還繼續作秀的加拿大聯邦國際貿易部長方惠蘭議員 需要的不僅是勇氣 其實這就是她一貫的堅持與務實的作風 為人民服務 這五個字伴隨我長大 公務員無論職務高低 都是人民的勤務員 我在這個楓葉國度 終於見到了 為此感慨良多 選區與選民是政治家的立生本源 但立生之本是勤勞正直 踏實肯幹 為廣大選民實現承諾 促使每個政治家 必須在任上不斷進取 這讓我想起了 我們加拿大國際電視台製作的一部紀錄片 《和平仰一線天機》裡面的解說詞 中國人對天下大同的理解 在這裡得到了真實的體現 感恩對多元文化張開雙臂的加拿大聯邦 我們相信方惠蘭議員下一個十五分鐘 一定也是在勤勞務實中度過了 因為這就是加拿大聯邦 按道理解說 我們先請請請問